來,音樂,拜託 掌聲鼓勵鼓勵 讓我們歡迎新鮮王子 高低風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我一定是那火鳥 把你燃燒 把你燃燒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我一定是那火鳥 把你圍繞 把你圍繞 這很重要,開始了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要在我前面跑 我一定是那火鳥 我一定是那火鳥 動作也要這樣 把你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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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鏡頭要帶三個人 燃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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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 火鳥 對,這就好看了 再來一次 燃燒吧 燃燒吧 火鳥 燃燒 這次的火鳥 我想… 燃燒了 燃燒了 зай燃燒吧 測日夜 一把火 對… 我出去了 以前 搞錯了 這個沒有點火 你們拿到什麼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要這樣點火 高大哥 肚子一把火的感覺 我想起來了 太厲害了 一把火 對不對 OK 高大哥為了製造效果 你看 忍耐了很久 這姜還是老的 不是 哏要到最後才爆發出來 對 我就等他們點啊 我看你們有什麼點 我看你們有什麼點 不是用刀 很累耶 這樣子比 這樣子比 對不對 哇 很有節奏感那樣子 不過真的是不容易啦 因為以前秀場他們的那種訓練 而且每天表演那個體力都要練出來 像我們一天三場 假日是四場 過年是五場 早上十點就開場 哇 可是問一下 諸哥亮好像也要付出一場 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傳出消息是說 就是那個陽雙舞嘛 要在高雄一個雪莉舞廳嘛 幫他弄一個這個所謂付出的餐廳秀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還有牽扯到一些問題啦 那就是說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講說 其實是要在台北巨蛋 我一直覺得他拍這個廣告 那個朱亮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他那天除了跟楊大哥出來之外 他還有講了一個事情 他講說他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謝金燕了 該是可以見面的時候 所以我真的大膽的假設 下一波廣告大概七月的時候 就是諸哥亮跟謝金燕一起合作 對 因為這個廣告從頭到尾 其實就是在操作嘛 那而且呢 據我所知 這個燕坤他就是想要講朱哥亮 然後因為范可欽一直是在幫燕坤拍廣告的 所以他就是跟范可欽講說 如果你可以搞定 然後可以達到你所謂的效果 那以後我的廣告 全部都是你的就對了 哇 所以你看為什麼范可欽他這次這麼的用力 而且他打對台的對手是這個很甘心嘛 那個吳念珍的很甘心 你看 從一個諸哥亮 然後意外的演發成這個兩個 這個電子的這個業者的 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廣告導演兩個互嗆 吳念珍那個很甘心 那個很成功耶 對啊 他很成功啊 所以說等於說他如何用諸哥亮 來幫燕坤達到這個最大的宣傳效果 那廣告詞 那個熟悉到我都會背 所以說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個還有下一步 只是說現階段先推這個部分 那大家也看到說 諸哥亮他全新的廣告 其實顛覆了他以前的表演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在 不管是巨蛋或是在雪地大哥廳的 這個餐廳秀的東西 一定也會有新的元素 因為畢竟你會發現很多 我們看到一些舊的戲重拍 或者是電影 就是那種一拍再拍那種 它不同的組合 會有不同的活化 那他現在開始有收入了 那債權人的這個協會 是不是要組成 其實還沒有開始啦 因為你看他來講的話 他這一次把 王燦坤包括 聽說200耶 全國200而已 200到現在的大牌比 真的是少之又少 你隨便一個蔡依林 周杰倫拍的一個廣告 是多少錢 好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這兩個電子業 因為這樣子的新聞炒作 他們都附加利益 都是幾百倍上去 但是他能賺的就 就前頭這個 我們怎麼難保演藝圈 是沒有辦法預測後面的 來 那就要看張維松老師了 鮮魚翻身 什麼格局是鮮魚翻身格局 本身諸葛亮是35年次的 所以他天同心化路 天同代表娛樂歡笑 諸葛亮本身天機化全 代表他的專業 他在職場上的一個認真 是有目共睹的 他本身文昌心化科 頭腦很好 舉一反三 他是裝風賣傻 他是大字落語型的 叫文昌化科 他命中最害怕的就是連真化計 他就算不逃到南部去 也是被關起來 連真代表歹徒 黑道 或是司法訴訟 他命中只要不要跟這種 接觸的話 災難會少很多 那現在因為大家都 事業率很高 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再創造 事業的高峰 有三個角度來去看 第一個 健康就是財富 如果你的生命線 直 沒有中斷 或是尾端的地方 有產生一些輔助線 那代表貴人的扶持 代表我們事業 不但身體健康 生命力很強 代表貴人的扶持 情況之下 生命線有分岔 分岔而明顯而深 這有人在 我們說了35歲以後 他的事業是因為他的很好的體力 很好的戰鬥力 很多的貴人來相扶持 第二個就是 我們說求官跟求財 如果你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叫做 智慧線 這叫做我們說的官路 叫做事業線 當事業線跟智慧線 產生交錯的這個點 叫做35歲 當這個點在35歲 也就是你的事業線 在你的智慧線上面 會產生植紋 或是分岔 或是延伸 代表你35歲以上以後 鹹魚翻身 或是中晚年看好 代表你有多重事業 或身兼二職 在首相裡面最害怕就是導文 都看過 都檢查過了 對啊 高大哥 後來看過 他也是這邊很多 他會三到幾歲 他都六十了 六十歲 那其實就是我們說 老師我不是要求民求官 我只想求錢財 只想求錢財 那麼就是看他本身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智慧線 智慧線在尾端的時候 有的人智慧線前端是斷的 或是中段 在尾端會產生很多的一個 所謂的貴人線或輔助線 或是並行的 在這個事業線以外的 以他的左側來看的話 就35歲以後 所以這個就看出我們是不是有這個 鹹魚翻身 到老 中晚年到老會中榮 以這個三個角度來切的話 是非常精準的 那你看他這次付出 最大的挑戰會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挑戰應該是說 他真正最後誰會是他的經紀人 如果這個人不夠強 諸葛亮就沒有辦法 那要做諸葛亮的經紀人 要有什麼條件 要第一個條件就是開一個個廳 你沒有秀場啊 對不對 因為諸葛亮其實他最有魅力的是在舞台上 他的秀場反應跟起來是不一樣 而且他喜歡跟觀眾互動 拍電影 拍什麼電影咧 不是他以前的大頭兵啊什麼的那種電影 不是了 他是一個可能是 類似好萊塢的某一個很特色角色 因為他那個造型有那個味道出來 如果有這種國際性的電影去塑造的話 有可能 那個衝突一定要 那個要產生衝突一定不能找人配音 還有我認為演藝圈也好 跟每一個人都一樣 像高大哥是29年式的 他是更年的日月明 他的觀眾原始 你比卓哥量還要大啊 39才講成 39 29 29 29的已經70 再紅10年又80 你是更年生的嘛 39年我不知道是什麼年 更年生的嘛 更年生 那代表你是日月明 你走的是陽光的路線 你走的是平背的貴人 你本身走活潑熱情的路線 如果你走搞小孩子的 你就去主持兒童節目 就沒有人要看了 那重點就是說 像我們說的這個張飛跟劉德華 他們是屬於新年生的 他們也許拿主持棒 或是特殊的才藝的呈現 或他們演學生或律師是很好的 如果他選的角色錯誤 他的戲的路線走錯 也不可能會紅 那所以呢 這個戲如人生啊 我們看諸葛亮的一生啊 就其實也給我們很多省思啊 人的好運就是一段時間 要好好的把握 不要哀嚥 對不對 要存錢要欠人家 有一波啦 這是最起碼是一波 尤其演藝人員 我剛剛講高大哥講的那個 我在70年在 在中國時報的副刊上面 有寫一篇 你的努力 而你的條件 高大哥長得帥 條件會唱歌 加上你的努力 加上什麼 加上人家給你機會 括號 成於你的命 等於你的演藝事業 到現在為止沒有破 還有再加上高大哥的抗壓性 其實 真的 他的抗壓性非常強 一路我們都有聯絡 所以我知道他的過程中間 好啦 竹哥倆要紅酒一點 要多跟你聯絡 對不對 講白一點就這樣 好 謝謝您的收看 拜拜